在small changes的这种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呢 正常它会给你x或者是给你y 从什么value变成什么value 然后这一个呢 原本的value就是你的x 然后这一个新的value呢 就是你的x加掉x 所以你要你找你的x的value的时候呢 你就拿新的那个value减旧的那个value就是你的叫x 然后你的del y overdel x它是approximate to dy dx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有del y approximate to dy dx 乘以del x 我把这个del x乘过去 dy dx乘过去 所以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呢 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你从它给的y等于fx那边 先找出它的dy dx ok 找出它的dy dx 然后dy dx之后呢 你再找出dy dx当x等于它给你的那个x的那个value ok 呃 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拿到的是你的del y 你找到你的del y的时候呢 你再去做y加del y呢 就是它的那个thing的value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第一个步骤是找出我的del x 然后我第二个步骤是我的del y 然后 没有 第二个步骤应该是找出dy dx 然后第三个步骤才是找出它的del y ok 然后第四个步骤是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看回之前我们讨论的那一句例子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步骤 然后 呃 其实这一边 其实它还有第四个步骤是你 从x找出它的那个y出来 ok 然后这个是第五个步骤 ok 然后在这一边呢 你就找出它的dy dx出来了咯 然后del y呢 你这个是approximate啊 这个符号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你的del y咯 所以你的del y是这一个 然后你的那个x等于2的时候 x等于2的时候 y等于64 就是这一个呢 是你的第四个步骤 然后第五个步骤呢 第五个步骤就是在这一边 然后其实题目这一题它只是要你找到叫x2.4而已 它只是叫你做到第四个步骤而已 然后我自己本身做到第五个步骤我拿到66.4 然后这个66.4呢 你要检查你的答案对不对的时候呢 很简单 你直接这个 放进去里面 然后放进你的这个里面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checkpanther的地方 你就可以拿到它是接近66.4的 ok b的它比较不一样 b的我们不要看先 我们看下一题 你看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 从4变成4.02 所以这个是我的del x 然后我找我的dy dx 然后当x等于4拿到这一个 然后我找出我的del y 然后我找出我的那个x这个是我第四个步骤 然后我的第五个步骤是这样 然后我的第六个步骤我就直接 按计算机来check 然后拿到类似这样的一个号码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其实都是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 然后这一题呢它比较不一样 它没有告诉你 它的x从多少变多少 它只是说它改了3% 所以它改了3% 其实这题不太好 因为它讲它改3% 它没有讲增加3% 它应该是讲增加3% 比较好 改3%它可以减少3% 所以我觉得 应该要讲的更准确一点 不过不要紧 del x 是0.06 所以它用不同的方式 我们就 之前我是del x等于 旧的号码减轻的号码 可是现在我的del x 还做了 2的38 0.06 然后过后我找我的dy dx OK 这一边我找我的dy dx 这个是我第二个步骤 然后我的del y 是我第三个步骤 OK 然后 0.3 然后我的第四个步骤 是这一边 OK 然后我的第五个步骤 我自己没有做完出来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如果要我找第五个步骤的话 y加掉y呢 会是等于6加0.3 然后是6.3 OK 然后我的这一边呢 你看我的那个 我把这个 2 0.8 xy 0.3 0.8 x 加4 然后我再来clc 我放刚刚呢 是 2.06 2.06 2加0.06 2.06 然后呢 6.3 6.3 非常靠近 OK 然后 呃 对 可是题目他们没有要求你做到这个 他要涨他percentage 变成Y 所以就这样了 所以 这一题呢 B的这一个它就比较不一样 B的这一个呢 它是从Y Y是8 变成8.7.97 所以我在这边Y是8 然后我从Y是8我拿到我的X是2 OK 然后我的Del Y呢 我是 所以我的Del X跟Del Y可以是negative的 如果它从 呃 它的号码变大的话 它的Del X或Del Y就是positive 它从大变成小的话 它的Del Y或Del X就会是negative 所以你可以在这一边呢 使用你的这个呃 你看它就找出它的Del Y Y的X咯 然后它的Del Y掉X 这样就哪是Del X了咯 OK 然后这一些是我多做出来的 不懂这些不懂 另外再多做出来的不需要 OK 它其实只需要 做到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对付款 嗯 对付款 那么 对付款 对付款